很多家庭中之所以感情不和 很大的程度是因为不公平所导致的 因为不平等的对待 不平等的付出以及不平等的回报 长时间会让彼此监看对方来越不顺眼 也许一时半会还不会导致争吵爆发 但总归在心底里积攒的怨气 越来越多之后就会面临最终的爆发 当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就会更难挽回 史女士今年38岁 结婚十年了 现在的家庭稳定踏实 尽管说在结婚的这十年期间 也经常会闹矛盾 闹争吵 可毕竟是夫妻俩 大多数的矛盾冷战之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可是有一件事在她心里憋了很久 那就是婆婆对她的态度 尤其是在前不久 婆婆的60岁大寿上面发生的事情 让她当众掀了桌 闹得特别不愉快 史女士的字数 有的时候我真不明白 为什么一家人相处起来这么难 为什么我都已经嫁到他们家里了 都结婚这么多年了 却还是被当成一个外人 尤其是在婆婆跟小姑子的眼里 似乎一直都是防备着我 我不止一次地考虑过原因 甚至把自己与他们从头到尾的交往过程都回忆过 但是却迟迟找不到原因 在我跟丈夫结婚之前就谈了两年的恋爱 还是有很深厚的感情基础的 而且也很早就见过彼此的父母 也是得到了他们的认可以及支持的 可就在我以为这一切都会很顺利的时候 却因为后来彩礼的问题导致了我们迟迟没办法进行下一步 当时我们家要的彩礼并不多 本身我们那边的彩礼价就很高了 我们家要的还是最少的 只要了八万八万 讨个好彩头 可是没想到婆婆一口回绝 她只肯给三万八 她的理由是我们俩都在一起恋爱了好几年了 有感情基础了 差不多就好了 这让我们家特别的为难 实话实说 那时候的交通不没有像现在这么的便捷 我那会已经算是远嫁了 回一趟娘家就得到好几趟车 十分的麻烦 所以我觉得以后见不上我爸妈了 孝敬不了他们了 自然就这么僵持住了 几乎僵持了有两三个月才最后都各退一步 六万八结束了这场争执 有了这场婚姻 我们让了步 我以为婆婆以后能够对我好点的 但是后来的事实却给我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刚结婚的头几年是跟着公婆一家人住的 大家都住在镇上的房子里 我跟丈夫睡东屋 公婆睡男屋 小姑子睡堂屋 家里的房间差不多够住了 平日里丈夫在县城里打工 每周只回来一次 我那会结婚后很快就有了孩子 丈夫就不让我出去工作了 让我待在家里好好注意身体 平常帮公婆做些家务 做些事情 身为儿媳妇的我努力地做着自己本分内的事情 早上早早的就开始跟着婆婆一块准备早饭了 然后吃完饭后他们就各自上班去了 公婆都在镇上的一个工厂里上班 他们一去就是一天 直到晚上才回家吃饭 小姑子那时候还在读书 也不回来 家里也就一直都是我自己一个人了 虽然也自由 但是却也过得小心翼翼的 那会离孩子出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我每天也就看看电视 做做饭 打扫打扫屋子 也没有其他的一些活动了 可就是因为事情太少了 婆婆每次回到家里都会甩脸色 纯纯的鸡蛋里面挑骨头 晚饭做得稀一点的话 婆婆怪我不懂事 只考虑自己 不为他们干活的人考虑 晚饭做得硬了 她有怪我不懂得 他们上了一天班 晚上想吃点稀的 就算我把家里统统打扫了之后 她也能够挑出毛病来 反正就是看我哪哪都不顺眼 这让我十分的为难 也让我十分的不解 明明是一家人 为什么就这么的针对我 除了日常的生活之外 婆婆当初在我跟前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我怀孕的时候生孩子前一天都是在外面跟别人搬东西 你们现在就是矫情她的不满是随处可见的 让我一直都忍着 我不想跟她争吵 我也不能跟她吵 身边没有一个向着我说话的人 也就没办法了 后来生完孩子之后 事情更多了 我纳慧的情绪特别不好 十分的暴躁 日常的生活中 看啥都不顺眼 就想要回我家里 跟我妈生活 可是情况不允许 只能靠我那个感情不是那么好的婆婆 来照顾我了 结果可想而知 矛盾越来越多 争吵越来越多 之前的我还可能会选择忍让 可是在生孩子之后的我 不知道为什么脾气变得很大 压根一点都不想忍让 搞得家里气氛一直都不是很对 后来孩子出生两年后 我就跟丈夫商量着 一块去县城工作了 孩子留给婆婆带 但是婆婆不乐意 她非要说让我们自己带 说她要工作 要上班 要忙自己的事情 我实在没办法了 最后把我孩子送回了娘家 让我妈帮我带 那会也是我跟婆婆的关系 最困难的时候 没法改变 也不肯改变 后来过了三年之后 我跟丈夫商量着 要在城里买套房生活 一方面是为了有一个自己的小家 另一方面是为了能够让孩子以后的上学更好些 所以我就提出了买房的想法 丈夫倒是挺支持的 但是手头的钱不够 只能张嘴问家里人借了 我爸妈给我拿了五万 婆婆那边却守着钱包迟迟不肯给 她当时不给的理由是 家里的房子就够住了 这么大的院子 你妹妹再过两年就出嫁了 到时候家里的空房间更多了 而且城里离咱们家 就十来分钟的车程 没必要去城里买房 我们老两口再过两年就退休了 身体也不好了 身边也离不开人 她不赞同我们买房 不给借钱也就算了 还一直在丈夫跟前阻拦 最后闹得特别难堪 买房的事情拖了一两年 才因为我下定决心要买 才成为了现实 婆婆当时给我们借了五万块钱 要求我们写了欠条 挺生疏的 也挺失望的 搬出家里之后的生活倒是轻松些 本以为能好好过自己的小日子了 可意外又发生了 公共查出了癌症 最后坚持了几个月后去世了 小姑子也出嫁了 家里只剩下了婆婆一个人 没办法只能把她接到我们家里来生活了 在她来之前我做好了各种准备 尽量不跟她争吵 尽量照顾她的情绪 生活上面也是能听她的就听她的 不愿意让丈夫家在中间难受 我有了委屈我忍着 受着 只能如此了 我尽量地理解她的不容易 毕竟公共不在了 她一个老人还是过得挺难的 就一直选择退让 妥协 包容 可前不久在婆婆的六十岁大寿上 发生的事情让我特别难受 婆婆六十岁大寿打算好好过 是早就决定好的 在日子到的前几天我就开始准备东西了 又是询问婆婆想吃什么 想去酒店 还是在家 问她想要请什么朋友我去联系 总之我忙前忙后的 就为了能够让她过得开心点 可是婆婆却又给我出了个难题 她想要办两场 一场是家里人的 一场是朋友的 而且她不愿意去酒店 她就想在家里办 没办法 我跟丈夫商量之后 也只能随了她的心愿了 第一场是在生日前两天举办的 婆婆邀请了一群她的朋友 亲戚们在家里吃饭 我从早上就开始忙活到了傍晚 可算是做了一顿 我这么多年以来第一顿大餐了 鸡鸭鱼肉啥都有 反正做得很好了 婆婆那天也是十分的高兴 丈夫也挺开心 但是生日当天 小姑子他们一家人回了家里 我本来想着人少点 就少做点菜了 可是婆婆却不行 非要让我做一些 生怕亏待了她的女儿女婿 以埃及人 没办法我只能答应她了 又是从早上开始忙 忙着午饭的事情 可是那天过得特别不满意 我在厨房忙里忙外 却听到了婆婆跟小姑子 在外面各种说我的坏话 婆婆说在家里 我做的饭菜不合她的胃口 不懂得给她养老 又说我平常在家里冷落她 又是说我平常不给她好好做饭 总之 听到了她说我的各种不满 我一开始倒是不生气 毕竟她就是那么一个人 从来都没有看我顺眼过 喜庆的日子就由着她了 可是当我做好饭上桌的时候 我才发觉有多么的不对劲了 在饭桌上的小姑子 开始对我一通的冷嘲热讽 年龄不大脾气不小 用一种教育我的口吻跟我说 嫂子 你现在也都这快四十岁了 你就对妈好点 咱妈年龄大了 现在又住在你家里 你得帮助照顾好她 毕竟是我们家的儿媳妇 起码得对得起我妈才行 我哥平常忙着工作 这家里的事情都得你多操心才行 我平常也忙 顾不上照顾妈 现在还有孩子了 生活压力更大了 要不是家里住不下人了 我还是想把我妈接到身边住的一个长辈 听到晚辈的这种口吻 有几个人能受得了呢 我当时就咽不下这口气 就说 你这才结婚几年 等你到了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 你婆婆对你好吧 要是你婆婆对你好的话 你可得好好珍惜 不要跟大嫂一样 婆婆对我不好 我还得好好对她一语双关 指责了婆婆 指责了小姑子 可是没想到婆婆却说 你这是在怪我对你不好啊 你摸着良心说 我哪点对你不好了 从你刚结婚的时候没工作 一天吃喝拉撒都是在家里 得不得花钱 是不是我们纳会的工资养着你的 你说你要买房子 我们怎么劝也没用 最后是不是给了你们五万块钱 让你们买房了 这钱我跟你们要过吗 你现在说我对你不好 你良心去哪了 听着婆婆的话我实在忍不住了 就想跟她大吵一架 要不是丈夫的及时阻拦 我估计我当场就跟他们闹翻了 一顿饭我都是在忍着 不说话 不吭声 可就在即将结束的时候 小姑子又说了一句话 嫂子 你对我妈好点 要不是这次趁着妈过生日 我还不知道 妈过得这么难 都是做子女的 都懂得孝顺点 这下彻底是惹怒我了 我一把掀了饭桌 愤怒地跟他们说 老太太你嫌我对你不好 你走 你现在马上给我 你觉得你女儿对你好 你去你女儿家里过 还有你 你一个当晚辈的怎么跟我说话呢 懂不懂得尊敬我 一顿饭成了你们的批判大会了 我忙前忙后地做饭 洗碗 收拾屋子 又是出钱照顾你妈 又是出钱 又是出力 到头来你们吃着我做的饭菜 还得说我的不好 都给我滚 这是我家 丈夫赶紧把我拦了下来 她倒是没有朝我发火 但只是把我拉走了 我听到小姑子还在那边吵闹 听到婆婆还在那边哭诉 还想回去继续跟他们吵 跟他们争辩 可丈夫硬是拦着不让我过去 把我拉下楼之后 丈夫说 算了 不要吵了 毕竟是我妈的生日 已经闹成这样很不好看了 我知道你心里委屈 但是今天就这样吧 冷静冷静 让你回去跟我妈道歉也不现实 你出去小丽我朋友那里待会吧 等我回去跟他们说清楚了以后 再叫你回来 你今天太冲动了 可是对于我却告诉了丈夫 我心里的委屈 他们太过分了 一个劲地说我的不对 丈夫表示理解 但也无能为力了 后来很晚的时候 丈夫才把我接回了家 回家的时候 小姑子他们已经走了 婆婆也已经睡了 我心里的怨气也消了一些 再加上丈夫对我的安慰 让我心里好受了很多 只不过这口气出了 反倒是让我这段时间 在家里的生活有些无奈 气氛也总是比较的紧张 跟婆婆的关系更是冷冰冰的 没法化解 其实回头想想 自己确实有些冲动了 不该在那个时间点选择掀桌子 闹得大家都下不来台 丈夫也说我太冲动了 可已经这样的了 又能怎么办呢 如果重来一次的话 我想我还是会这样的 你们觉得我做的对不对 我做的对不对 我做的对不对